大家好,我是杰克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引爆群球的中东索标铺 以色列与黎巴嫩互战,然后各国口加入 近期的WTI原油价格再度飙升 至10月1号的低点66美元每桶上涨到了78美元左右 涨幅近18% 经济需求面是一般疲乱 但是由价开始的出地反弹 意味着中长期涨势稍不明确 但是其实有明显的利好因素驱动的 这个因素就是中东的地缘冲突 巴以战争持续的今一年 不光没有丝毫停止的信号 反而是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分开历史 中东地区自20世纪初以来 一直以来就是全球冲突的热点 主要有多个复杂的历史、宗教、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 但简单种结果也就是说是由派人与阿拉伯人的处处 这也不光说是阿拉伯理念团结了 里面也是软神一波洲 比如伊朗作为什叶派宗教国家 与中国迅尼派主导的阿拉伯国家 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正在长期的敌对关系 伊朗试图通过支持什叶派武装组织 独立巴人的征导 也能无散武装扩大其地区影响力 引发了与沙特及其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战争 可是到了2023年 沙特与伊朗在中国的望远下恢复了外交关系 虽然长期对抗难解 但是短期内却是缓和了地区的教派冲突 所以目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 或者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 也就是中东的真正问题根源所在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 多次爆发了阿以战争 如1918年、1967年和1973年等 都与中东局势和全球石油市场 产生了深渊的影响 斯坦已去 几次中东大战后 埃及、约旦等国家 都已经无法再构成对以色列的威胁 大哥沙特与以色列关系尚可 大概只剩下奥尔哥伊朗冲冲陷阵 又是发展核武器 又是导弹袭击 从地区层面干 阿以力量的对比失衡 导致了以色列的对外强硬 为了解决伊朗战内的地区安全威胁 以色列不光在巴以冲突上不可缓和 还试图通过制造巡弧机爆炸事件 及对珍珠党民修的搬杀行动 造成离语冲突的全面升级 根据资料 律师上显示 以色列也充当过 主动调弃战争的角色 如1956年的苏西式运河战争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 1982年和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 都是由以色列发动 内部看以色列政党的右翼化 导致了其对外强硬 现任的以色列同理 内塔尼亚国 就是立场强硬的 利古德集团的一个主要代表 有分析指出 以色列的现任领导层 正依赖 从持续升级的敌对行为中 获取政治利益 在巴以问题上 试图通过强力打压 反义力量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全球承命看 美国一贯支持以色列的中东政策 为其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 尽管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 实质上并不愿意巴以冲突 持续升级 因为这会妨碍 美国将战略中心 从总统转下养泰 然而由于犹太资本 对美国内政的强大掌握能力 美国在关键时刻 总是不遗余力的 必挺以色列 在金融界 比如高盛 贝莱德和巴企银行 在美国主要的投资银行 和资金公司创始人 均为犹太人 决定美国货币政策的美联储 也是在犹太裔的银行家 霍伯格的创始人推动下建立 要知道美国常年在为以色列 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再扮演一些时期的经济援助 最后回到石油能源上 如果不是因为中东地区 富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之力 或许也不会成为西方各国 长期争夺资源造成冲突不断的地方 能源出国国如沙特 伊朗和伊拉克等 在石油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美国 俄罗斯 欧洲 则为了维护自身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 也深度地介入了中东地区的冲突 这些大国往往支持不同的区域势力 导致局势进步复杂化 例如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和海外国家 俄罗斯则支持叙利亚和伊朗 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在未来不能完全排除 但其爆发与多个因素相关 如以色列和伊朗的警察关系 美国的中东政策等 即使不会完全爆发全面战争 中东的代理人战争 例如也门 希利亚 黎巴嫩 能可能持续各大国和地区强国 通过支持不同的派系来影响当地局势 这种低强度但长期的冲突 虽然不构成全面战争 但能会持续地影响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 但也不是无解的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 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地缘政治重要性 在未来可能会有所减弱 如果新能源技术快速的发展 减少了对中东能源的依赖 可能也会降低国际社会对中东局势的关注 也可能降低冲突爆发的几率 但现阶段看 希望国家师傅对新能源的快速转型 还不是特别热衷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